基本上我們可以看到柯主席希望邀請侯市長再來對談的過程中 馬上由黨主席朱立倫跟侯市長來進行會商 最後我們決定如果要和談 藍白要繼續談下去 就應該回到藍白二會的六點共識 而最佳的場地就是當時候簽下藍白二會六點共識的馬英九總統辦公室 所以基本上他們從早上一路等到下午 可是我們看到柯主席跟郭董事長堅持要在軍越酒店 所以這個狀況侯市長跟朱主席就特別敦請馬總統 看能否移駕軍越的現場 我們把誠意做到最足 可是大家可以看到現場的狀況 是我們現場哭作了二十三分鐘 柯跟郭才出現 而大家可以看到整個的過程中 為什麼我們堅持要開大門走大路 公平公正透明公開 原因大家也看得非常清楚 郭董事長身為一個主人 都可以當下講出有兩位不數之客 再搭配郭辦相關的人員現場表達個別的意見 這種情境好像我們走進了一個軍越的鴻門宴 所以公開的場合都能這樣這麼的囂張跋扈了 進到小房間裡面密室協商 一 這不是我們全台灣六成民意希望看到的結果 二 如果公開都可以如此的羞辱 那到了小房間以後 我們的總統候選人還會受到什麼樣的對待 再一次的強調 被信毀約 故意設局 是今天大家對於軍越鴻門宴的印象 如果今天柯主席能夠在馬前總統面前毀約 郭台銘董事長可以在馬前總統面前公開設局 這是對於中華民國非常不尊重的態度 我們國民黨的支持者絕對不能接受這樣子的狀態 大家已經不希望走向一個密室協商 應該要公開透明 這不就是過去柯文哲主席講的公開透明呢 怎麼會到了現場由柯辦的幕僚黃珊珊 主導現場 郭台銘董事長現場的一個會議 而且堅持要走進小房間才能談 這符合台灣民眾黨過去講的公開透明的政治嗎 還是從頭到尾台灣民眾黨根本就是想要密室協商 戳掉別人呢 這是全民共同的疑惑